我跟妳講喔 那個Floaflex是 衛服部後來公佈 20幾種給EUA的快篩都是可以進口的 那個王浩宇你去問食藥署 為什麼要把這個列上去嘛 那食藥署是根據什麼標準 這個是FDA通過的 美國FDA通過 台灣怎麼可能不通過 實際進入過有假的嘛 問題就在進口的時候 為什麼都沒有查驗啊 所以羅衣軍講了一句大實話嘛 羅衣軍說我們指防軍 指不防小人啊 誠實中不在羅衣軍就講實話 是啊 他才是誠實中啊 政府的主要功能是防小人嘛 怎麼會防君子啊 重點在於為什麼會有假貨混進來嘛 而不是Floaflex這個牌子有問題嘛 那重點是誰去把關嘛 那把關就是食藥署了 所以你不覺得那個秀梅姐姐很久很不見嗎 這個事情吳秀梅就要回答啊 請問妳有沒有驗過 妳有沒有抽檢 我當然知道一億劑不可能去 全部驗貨啦 那一定要抽 但至少要抽檢嘛 可是妳要抽檢嘛 我跟妳講 妳餵不破的標案有嚴重瑕疵嘛 因為餵不破是說以到貨為準嘛 那只要到貨之後他就付錢嘛 問題是到貨妳不驗嘛 問題在這裡啊 這個Floaflex它其實在 今年3月的時候 美國FDA 它已經有先警告 說它裡面可能有混入假貨 可是我們是在5月的時候才進來的 那為什麼5月的時候進其實美國FDA 3月的時候說我們卻沒有去查呢 這個就是它在公布標案的時候 它沒有資格的要求啦 比如說上次那家高天小事店 資本額只有200萬 那大新資訊 那資本額只有500萬 它沒有財務的要求 沒有履歷的要求 就只有到貨要求 所以你只要搞到貨我就付妳錢 阿中還出來講的真正有詞 他說如果他拿不到貨 我們錢就不用給他啊 所以我們不會虧錢啊 問題是 你列入計劃 如果人家沒有到貨 你的計劃就沒有報名 對啊 你怎麼會這樣做事呢 你如果是找 我們台灣那些上市的銀材商 保證給你到貨 而且他們還會幫你 把關嘛 那你為什麼會放縱 讓高登小吃店 讓大新資訊行也可以介入 又因為那個執行長嘛 他的介入 然後又介紹了假貨進來 嗯 所以才產生了這個事件 所以我跟你講 就是沒有人把關 所以再重複一次 王浩宇你不能漏掉吳秀梅 吳秀梅才是關鍵 emotional 為什麼進口的時候在海關 那個食藥署沒有派人在那邊驗過 國家危機就是發國難財的時候 任何一種危機都一樣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學姐黃靜穎 比起熊讚我更需要你們幫我按個讚 一年中我最愛的月份就是你的訂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學姐愛你喔 啾咪